各位好 歡迎大家又回到 如何KO 河馬關注組 我是Water 剛聽剛看的朋友 記得幫忙訂閱、分享 還有建設性留言 還有加入會員 讓我這個頻道可以做得更好 不要說那麼多 剛才有點阻滯 這個應該沒有阻滯吧 講一下如何KO河馬 在黑粉團那裏 講一下如何KO 由早到今早 繼而他們最後打算去網信辦 約在一起 那裏不再播 在早上說些什麼 大家可以研究一下 對用藥可以拿來用 早晨 各位大姐姐 如果是河馬開Youtuber 第一時間在這裏 火哥意思是開直播 他現在出了好像四條片 又多了少許訂閱 好像四百多個人訂閱 不得了 他應該下午開 下午開 他如果要用好像我們這樣直播 他現在就應該可以開到 就是這樣 但他懂不懂設定這個版面呢 看看他那個 他那個幕後教他那個BOSS 看看會不會教他 可能河馬就是今天 日 我整整整天了 我都不懂得怎樣去設定OBS 是不是 我特意買了一部iPad 去拿一部iPad來做直播 不知道他 如果電話直播好像就要一千人 簡單點來說 早晨 各位 他的Youtube頻道 搜尋都不要搜尋 到他真的直播的時候 才一起沖進去 報告完即走 接著再進水哥的直播間看 他在微信什麼 四五六群 要保留他教人翻牆才行 之前就有些圖 哪有可能保留他教人翻牆呢 這些反正不是舉他就是 可以不可以也好 都要試 不是 他之前有 他在微信群組 不過如果你去Youtube那裡 可以提交相片 應該可以的 可以提交相片 但是你要很麻煩 那些程序就變了 不是你普通那些 按鍵就去舉他那些 還有河馬都開始叫人舉報 有細有細證據 但是現在懷疑 有行家懷疑 河馬給了錢 叫人去舉報 河馬現在這麼懷疑 河馬 絕地反擊 所以很多朋友問我 直播有沒有黃標 我不會理會 我也是要 有應該說的話就說 不會理會黃標 還是要做的 人家問他怎樣看 他就按鈕鈕說 讓人知道 這樣就可以了 有機會了 說他組織幾千人去做這件事 他的群組織有幾千人 沒有說錯 你們不要妄想 肥婆開Youtube 大家一定不可以進去看 沒有Youtuber會轉播他 因為是不行的 當然不是 當然可以 不過要鼓滑一點 有辦法的放心 沒有問題 除非我起不了身 他如果有直播的話 我都會轉播他 放心 不要聽那些 你有張良計 我有過場梯 不是 有辦法解決了 他昨天開Youtube的時候 已經研究了怎樣解決 真的不要為了好奇心去看 有好奇心的朋友 好奇寶寶 可以來我頻道 看看河馬直播 這是組織行為 在一個群組裡 散播的人 在大陸已經定義為組織 他不是一個群組 他有這麼多群組 高峰時期有14個群組 他在微信那些 抖音那麼厲害 還有48,000個訂閱 他會影響很多人 教別人做一些翻牆的事 當然不可以 麻煩 如果他叫人翻牆的 麻煩 我今天可以實名舉 他只是叫人去看Youtube 而且他已經刪除了 那些帖文 回收回 但也沒有用 回收回 有記錄 河馬 但是Youtuber不能轉載Youtuber的Live 他說不行 因為有版權 有辦法 有辦法 放心 不要緊 如果他開直播 有人看夠他4,000個小時 4,000個小時 他就可以再交資料 是有機會賺錢的 有機會 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都成問題 這是什麼事 廣東省網絡安全應急響應中心 就在黃埔區 那裡 想做什麼 因為這些跟大陸那些不同 大陸那些是靠拆禮物 甚至乎是要做任務 這樣賺錢 但Youtube不是的 還有Youtube那些 抖音那些好像沒有廣告 只是靠課金 Youtube有廣告 但現在都經常被人 不知道做什麼事 何馬都說了 你自己看到昨天 舉報那個無良金師 讓他沒有廣告 沒有所謂 沒有問題 看回舊片 如果黃了標 沒辦法 我都不會理會他 Youtube他隨時一分一毫都不會 白做一段時間 開到盈利的時候 那個帳戶沒有了 也有機會 也有機會 Youtube 不會有人看他 那些無無聊的直播 不是的 也有的 很多人很無聊的 有的 差在數字是多少 不會一個都沒有 大家 Youtube 說真的 幾多人做Youtuber 但每個人都做得到 很多都是一半 做到就倒閉了 或者是 要支援 像做明星一樣 要做兼職 兼職 Youtuber也是有的 是吧 正常都不會看 只是懂得說 爆爆 點讚讚 是吧 還有 射足兩個小時 怎樣做Youtube 但是他已經有兩百多個Follow了 你不明白嗎 現在最新數字是四百多個Follow 熱到一個一定收檔 好像阿楓那樣 發了打小人的片上去 第一手發去Facebook群裡也好 也不夠他Follow多 是很多人看的 有千多人看過那條片 只是那條片進去看的 有千多人 但是沒有人Follow 但是河馬 昨天出的那條片 好像幾千人 接近一萬人看 幾千 不同的 還有河馬 你有時看片很過癮 看完一條就沒有 即是等於唱歌 有首歌很好聽 紅歌不紅 是歌手 有時會有這樣的情況 都沒有辦法 不過阿肥婆 沒有片看 都有人Follow他 那你說這些是什麼人 兩百多人 真的是 沒有辦法 要隨時 有些人想隨時 看著河馬的行蹤 都沒有辦法 這方面 有什麼 又肯線下 有沒有人肯線下舉報 就自己找我們 線下舉報 他們很早已經在聯絡 看看會不會一齊 一群好像開派對 走去網信辦 Follow他的人 都是獵奇心態 想看小丑 好 不是啦 擺明就是吃花生 吃花生 這些人很明顯 吃花生 沒所謂 你要明白 無論你做什麼東西 你都要明白 熱到一個死定 河馬 看看可以 河馬熱 可以河馬 可以熱多久 我們都不知道 這方面 有人說想去PK 真的是 什麼都沒做啊 都沒有做什麼視頻 沒有什麼作品啊 都已經有人去 關注他了 你說這樣是不是不公平啊 真的是 246個打手 現在不止 400多 再說一次 一定不可以給你翻生的 一小小機會都不要 即是他有小小機會可以翻生的 都不可以給他翻生 一定要 至於他醫系怎麼說呢 一定要他不要在這個位置賺到錢 他現在死到處就是找出路 如果他在YouTube 知道有這種事情 他就應該 會賺到錢的 賺不到錢 他不會做的 他不是傻的 應該會有人教他 有人教他就肯定 但你說他是不是真的賺到錢 我覺得就背叮 他開那些什麼抖音微信 那些賺到錢 他仍然是 發這個網紅 想著 創出一片新天地 有時有很多人看 他想著自己過來YouTube 嘗試一下 又有人教他 這樣 他做事沒有邏輯 沒有章法 他想到 無良殭屍 和Locky哥 這麼多人看他 又有人課金給他 轉播直播 還有這麼多人看 我去YouTube 他們應該不會轉播他 播歌都搞他們不行 之後過來YouTube 看看你夠不夠膽 轉播 我夠膽的 我可以告訴你 沒有問題 不過就用一些特別的方法 到時 如果是河馬開直播的時候 才會告訴大家 什麼方法 可能你們又接受不到 我等於 我要整 播完他的歌聲出來 有些人也接受不到 沒辦法 那些 他找人 給錢人 找人 找人 找 給錢人 教他 都是可以的 他沒有給錢人教的 我相信沒有 有些人是 做些選人害己的事情 不止選人不利己 這個世界就是有這種人 上一節都講過一下 我是火麒麟 我女兒眼的開直播 不用給我 一月舉她 這樣嗎 火哥 又愛又恨 對著河馬 現在只可以同一陣線 同一陣線 你不要給他有機會 有屌屌的機會都不給他 因為這種人是踩不死的蟑螂 他一定會想辦法 你看看 他快手 小紅書 抖音 Facebook 遲些是Facebook Facebook 或者是Youtube 現在可以做Youtube 即是說不用回大陸 他可以在Youtube工作 可能Youtube不用那麼嚴 他覺得Youtube不用那麼嚴 所以他才轉了方向 Youtube或者Facebook 他都會做 其實正常應該是在Facebook做的 如果你選 選一些在香港也做到的話 當那些小紅書 抖音那些不可以在香港直播 正常是選Facebook Facebook更加沒有門檻 為什麼要特意去Youtube做呢 應該是有原因的 但我們就不知道河馬在想什麼 其實我覺得呢 如果肥婆呢 她說在Youtube直播呢 直接Facebook和黑粉群呢 都不要公佈出來說她的八婆在直播 因為其實呢 某程度上她都是借助 黑粉群和Facebook的黑粉群組呢 去幫她製造那些Loyce的 等別人呢 因為憎恨她嘛 那就進去吵她 其實她都是在用這件事 那反過來 如果沒有人通知 她在直播著的 如果她真的直播完之後 都一樣可以舉報她的 當然 其實Youtube舉報呢 其實很難的 最多幫她 就是令到她黃標的 反過來 如果她不是在大陸直播 根本上就不應該公佈她 什麼時候開直播 但是 你一個不說 當你十個人裡面 有九個人不說 有一個人說就沒有了 其實這件事很難的 等於有人說 全部Youtuber一起不說 那你肯去這樣做 不代表其他人肯去這樣做 是的 因為她那些仆街禍底 她也是會幫她 收集這些信息 然後告訴她 其實她也是借黑粉群去 借力打力 那很明顯 是吧 不可能 11萬Facebook群 有多少鬼在這裡 剛剛也有一隻 是吧 還要做這個管理層 還要做這個管理層 陳經啊 但是總之 就不可以讓她有盈利 也不可以讓她 用這個平台 去 繼續直播 看看她可不可以繼續玩下去 可能她只是口行出片 現在暫時未知 可能過兩天 因為失蹤了 可能過兩天她又說回到大陸 之後又開抖音又再來過 不知道 Facebook群組現在已經規定了 出帖文要經過審批 所有事情都要經過審批 還有肥婆做直播的 在YouTube的 全部都不能通過 是嗎 是嗎 不知道 所以Facebook有Facebook的打關 其實他們昨天都已經做了很多事情 所以這件事不用擔心 Facebook已經通告了 不要上當 這樣就不會幫何馬的YouTube宣傳 不知為何會有網台 有網台做了她的頻道 沒有理由這樣 為何會幫她宣傳 她說 是呀 我支持她們把關 因為那些人不斷幫肥婆在這裡宣傳 嗨你伯母 搞到熱度不停 沒有什麼停過 嗨她 天天都要看肥婆 真的很吵 這些又不是間接宣傳 那我把她的頭像出來 最緊要 就是把她的頻道名字 不是在這裡問我 我不會說 因為一開始 就是Facebook群組 某一個版主 那隻內鬼 叫做JM 最初就是她發肥婆的微信 抖音群組出來的 所以肥婆才是開一個群 開一個群 就是這樣 這個就是了 不用說了 又教她播歌 又教她做VPN那些不得了 她說什麼都不關她的 絕對就是 沒有把關 今早就已經有兩至三個post 怕人不知道 還要圈住她的名字 有人幫她宣傳 有利益 你也可以說我幫她宣傳 但我不說其他台 一樣會說 就是這麼簡單 你說其他台一起不說 簽訓合約 我無所謂 無所謂 真是認真 但你自己一個人做 遵守其他人不遵守 問題是 我真是無所謂 再說一次 正常 什麼沒有走 不趕你 你說PK的事情 搞掛其他 什麼玩 玩什麼 做了半世人 都未試過 這麼心狠手辣 要趕盡殺一個人 這個真是極品 而且你三狗不認識 這個人 重點是 你對一個素未謀面 或者最多一面之緣 在街上撞過河馬 你不認識這個人 你對他有這樣的情感 是十分強勁的 完全理解不了 為什麼會這樣 我想問你們在YouTube 舉他 你們有沒有文字黨 所以我就說 其實我們只要大家不要去關注 還有我們在Facebook群組 在Facebook那裏 直接跟別人說 叫他們不要關注 一關注的話 他就有人氣了 總之你不要讓他在三個月內 一定一個月內 超過有成一千個粉絲 如果他超過了一個一千個粉絲 之後又再跌了一千個粉絲 那他那些東西 都會被受監控的 但他才去到一千個粉絲 他就會有機會可以提出 有金錢 即是有錢的東西 還有他有機會可以收到廣告費 要一千個訂閱 還有四千個小時 但沒有辦法 這些東西 你要在 一個月內一千個粉絲 一定有 他天天這樣出片 我覺得一定有 但你之後 看看他怎樣走 他會申請盈利 大約等快一個星期左右 即是一個月內 之後他就可以盈利 看看他怎樣 都沒有辦法 還有打一份麥當勞 可能比他還要多錢 他之前在抖音的直播 他平均一場都只有幾條東西 一定有兩塊錢 看看他那天說什麼 他有時候又說什麼 今天我生日 我老公兒子送一束花給我 不過我給他錢 那些人又送禮物給他 那些忠實粉絲 大肚子 外大灣區 可能就拆幾十元給他 就是這麼多 說了整晚 一樣有人追蹤 昨晚 激到紮紮跳 叫做post 沒辦法 今早終於不給post 還有一千個粉絲 很容易 對他來說 他流量大L 到這麼多人幫你宣傳 老實說 沒有了 沒有了 送去report 他吧 別流氣 剛才我進去Facebook看 沒有了他的post 但有些L樣子 在留言區裡 還特意把他的YouTube頻道 那樣子 那樣子鋪出來 版面 鋪出來 我騙他 我說你這樣 是間接幫河馬宣傳 那些人都是有問題的 可能那些是河馬打手 怎麼知道 這方面 感覺有點像小時候去冒險樂園玩 賭傻瓜 哪個洞鑽出來 哪個洞鑽出來 哪個洞鑽下去 是啊 哪個洞鑽出來 哪個洞鑽下去 哪個洞鑽下去 打地鼠要很大力 要大大力地打 河馬這麼重磅 打不屎的河馬 真的要努力慢慢和他玩 以為沒有了 完了 他有新東西 是啊 聲音很搞笑 他變成卡通版 有個問題 想問 河馬算是香港人 他都不可以上Youtube 什麼人都可以上Youtube 就算大陸那些人翻牆 他就說自己在香港 你看到 大陸人 他的註冊地就是在香港 這樣就不算犯法 這一點不是好命 現在沒有人說他是上Youtube 是犯法 他在香港喜歡怎樣上就怎樣上 他問 是不是不可以在大陸上Youtube 但是他在抖音的平台 不停叫人上 這就是問題 因為抖音的多數是內地人士 內地人 就算你現在放連結出來 他也是看不到的 唯一看到的就是 除非他翻牆 內地的法律 是不容許 不允許這件事 你說得對 內地是不可以上 除非你真的買VPN 又偷偷地 沒有人偵測得到你 萬一你被人舉報的話 就分分鐘是扣留你的了 引流都已經不行了 你在抖音宣傳微信都不行 他還要宣傳一些海外的 要翻牆才能看到的Youtube 當然不行 人家說用VPN也是犯法 下次再去抖音 加上大公圖給客服 JM又搞甚麼事 不是太明白 19多年沒回大陸 不是因為河馬 我也不會下載微信小紅書和抖音 是吧 沒有了 差不多 最後他們就召集 剛才那節說了 免得重覆 召集一些人 差不多 沒甚麼特別 你們看看河馬 你問我 我覺得 他現在開了多少 一日足 再多幾個小時 也有四百多 他應該明天或是後天 後天 後天已經有 不是你們過了12點 總之我還沒過12點 你看看他會不會直播 我去舉他 我理解 但你看他 除非 你看完一秒 就走出來 那就會好些 如果是這樣 一千個小時也很難 只有一秒 但如果你看完整條片 分幾兩分鐘 就差點 各樣東西 標題 不要用河太 那就要寫河馬 要中就中 要來變來 沒辦法 看看怎樣 我又不太介意這些 顛覆罪 其實河馬 會不會在YouTube 不直播 只是出片 可以賺到錢 如果 那些人是聰明的 你就這樣 一按進去他的片 之後就立即舉他 按停 按停他 之後立即舉他 他都很難儲得有四千個小時 有些人可能就進去聽說 發表一些甚麼偉論 教人怎樣釣金龜的 那些 還有一些 你投訴他 你都要折個時間 即幾秒幾秒 說了甚麼甚麼 那些諸如此類 那你就要看 看了一條片 看那個時數 就看得多了 但你說其他 那他一千個訂閱 應該兩 即是 二十五號就可以 我相信 這個 很好奇河馬說甚麼 但一定不會捧他搶 喜歡我風趣 他已經對河馬就沒有興趣 對著iPad直播就OK 用鏡頭 還有他要避免 激化事件 他不知道會否有甚麼激化 如果他用真面目去直播 那也好看的 如果他用真面目不開激化 這個就是噱頭 你可以想 這樣看一次 看一次也無所謂 有機會可能要去坐牢 今天完全是消失的河馬 他有在群組說過一句話 那麼多 我沒事 就是這樣 謝謝爸爸 就是這麼簡單 有可能要去坐牢 看看會不會 香港很多人去信和舉他 德國的朋友也歡迎你 不是美國 這次 不是美國 這次 河馬 加拿大也有 加拿大也有 又有人說 加拿大也有興趣 對河馬 我已經單身了幾年 我老婆已經離開了 四千個小時差不多要半年 河馬有沒有這麼好耐性 不是 譬如你開一個直播 一個小時 有四千個人同事在看 看了一個小時 就已經足夠四千個小時 怎麼會是 不是四千個小時 不是他要拍片加起來有四千個小時 你是複式去計算的 即是你當他有一條片 六十分鐘 有四千個人看 由頭看到落尾 他已經足夠了 或者他如果是一條片十分鐘 有二萬四千人看 那就已經足夠了 四千個小時 你每個人看 你二萬四千個人 即是二十四萬分鐘 總之就是這樣 他可以慢慢累積 不是河馬自己一個人 河馬開Youtube 有鬼人看 進去罵他多過看 但他有收益 你按進去罵他 也是有廣告 即是等於 薇辣 那個樂仔聰 有些人走進去罵他 現在他都少了 沒有什麼人看 他也是有好處的 你進去罵他 你也要看廣告才可以罵到他 還有他可能要設定會員才可以留言 難道有人真的 特意給錢加入會員 好像幾十元 就可以罵他 他也是照搏 黑熊也是熊的 他媽一遇 他媽一遇